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梅恩拍摄过的电影 但梅恩除了拍电影之外,也冠录过很多唱片 首先,在1965年,风行唱片公司出品 梅恩和郑君勉、余明和西瓜跑合唱 唱了一首叫做《四傻狂唱曲》 他们四个负责演唱,这是1965年发行 接着梅恩录过很多张长篇乐曲 他唱过的长篇乐曲相当多 在以下就慢慢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1963年,《蓝星唱片公司》 剧目是《乐神》 即是《乐水神仙》的《乐神》 负责主唱的有梅恩、江平、翠苗芝 中智雄、盧少平、妙生、李宝伦 然后是1957年,《幸运唱片公司》 这个剧目叫《香罗宠》 里面负责演唱的有梅恩、麦炳荣、李宝盈、李香琴、 《新任劍辉》、《新任劍辉》和《何燕燕》 然后是1957年,《金星唱片公司》 剧目是《再生缘》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中云山、李慧、简耀佳、姜丽雄 和朱绍波 然后是1957年,《娱乐唱片公司》 剧目是《六月雪》 参与录音演唱的有梅恩、中云山、崔苗芝、郭笑文、陈铁善、朱鲁丁 然后是1957年,《幸运唱片公司》 就是《幸运唱片公司》 剧目是《天仙配》 参与录音会唱的有陈铁丁大器 参与录音、陈铁郎、陈铁丁大器 不知名片,今日应感参与录音或劉威 《高月白》上集,演出的有梅恩、李宝盈、黎文索、 钟丽庸、何燕燕和白文彪,然后是1958年娱乐唱片公司 剧目是《金叶谷》,参与演唱录音的有梅恩、钟云山、崔妙之、钟志雄、陈彩兰、朱鼎鹤、李宝伦和小金螺 然后到1958年,新星唱片公司,剧目是《入京花》,演出的有梅恩、钟云山、梁素琴、陈锦棠、郭笑文、 《简耀佳》,盧丽兴和江峰 然后到1958年,新星唱片公司,剧目是《西游记》 帮忙剧目的有梅恩、李宝祖、金山女、陈凤仙和小千水 然后到1959年的华星唱片公司,剧目是《紫梅碑》 演唱的有梅恩、钟云山、崔妙之、邓碧雄和李錦帆 然后到1960年,行云唱片公司,剧目是《黄宝川》 演出的有梅恩、吴君丽、小金螺、肖新拳和麦秋龙 然后到1961年,娱乐唱片公司,就是《白套会》 錄音的有梅恩、何非凡、崔妙之、陈好球、白龙珠、简耀佳、朱笑波和陈寶珠 然后到1964年,美声唱片公司,剧目是《玉璃韵》 演出的有梅恩、天涯、崔妙之、盧少平、莫金城和邓玉霞 然后到1957年,行云唱片公司,剧目是《蝴蝶夫人》 参与录音的有天涯、钟丽蓉、何燕燕和梅恩 然后到1957年,行云唱片公司,剧目是《梁竹恒史》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崔妙之、新任劍辉、善平亭 然后到1958年,行云唱片公司,剧目是《超军出赛》 参与录音的有梅恩、钟丽蓉、新任劍辉、小千岁、小金螺、 和琴姐李香琴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梅恩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要先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请你多多支持 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n频道 好,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梅恩她 梅恩叔她曾经录过什么长篇预曲 好,到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